岳飞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爱国将领,在国家危难之际,为了收复山河,他挺身而出和侵略者奋战,留下了京中报国的美名。 要以欣慰的是,岳飞虽然被害,但九百多年后,他的后人遍布全国各地,甚至有一只后代逃到韩国,还成了开国元勋,现在回国认祖归宗。 那么,岳飞后代是哪一只逃到了韩国,是怎样认祖归宗的,这里是史约馆,订阅我,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。 众所周知,岳飞是著名的抗金斗士,民族英雄,他出生于北宋末年,年少从军。 气力过人,在军中表现出了超乎年龄的成熟与意志,他作战勇敢的同时,也因为快人快语,极恶如仇德罪了不少权贵,在军中挤出己见,但实事造英雄。 当时金兵对南宋虎视眈眈,不断蚕食南宋土地,在边境大肆烧杀抢掠。 岳飞在抗金过程中屡历战功,终于在37岁的时候,即公元1140年升任武将中的一品官员,达到了政治生涯的顶峰。 此时岳飞已经有五子一女,分别为长子岳云,次子岳雷,三子岳林,次子岳镇,及五子岳矮,女儿岳安娘,小于岳云。 大于岳雷,前两子及女儿,是第一任妻子刘氏所生,后三子为第二任妻子李氏所生。 此时的岳飞,家庭事业双丰收,五个儿子之间恰巧都相差五岁。 长子岳云已成年,伴随岳飞长年在军中继承了父亲的刚毅勇猛,在前线奋勇杀敌。 岳飞对此很是自豪,在宋金战争中,岳飞率领岳家军收复了襄阳吉州围广大地区。 金军发现此时自己面对的对手,再也不是之前孱弱的南宋军队,而是换成了虎狼之师。 在与岳飞的交手中,他们纷纷溃败,一些不太坚定的将领甚至动了主动投降。 避免成为岳家军刀下知鬼的念头。 但在这关键时刻,大奸臣秦桧及皇帝赵构粉末登场了,他们联合对岳飞发了令无数后人扼腕叹息的十二道金牌,命令岳飞率军班师回朝,在金军走投无路如鸟受散之时,南宋军臣合谋助了他们一臂之力。 不久后,赵构和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处死,制造了千古奇缘,前者军臣二人也因此背负了千古骂名,危朝之下安有顽暖。 况且,古代政治斗争是极其残酷的,讲究拔草除根,讲究猪灭九族相对来说。 与其他朝代相比,宋朝算是较为仁慈的了,赵构没有对岳飞满门抄斩。 本来对岳云也是以监禁和流放为主,但在秦桧的怂荣下,最后将其与父亲一同处死,岳雷和岳林都是流放中国南方荒芜之地,其中岳雷死在了流放路上,岳林一直被流放到金广东惠州一带,虽然活到了父亲平反那一天。 但身体大受摧残,没有其有子嗣的历史记载。 相比来说,四子岳镇和五子岳矮是最幸运的,他们提前被岳家人送至长江以北,改姓埋名由普通人家收养,他们直到岳飞被平反。 才改为了原来的名字,他的武士孙岳雅远当了大将军,镇守青海,后来将职位世袭传给儿子岳斗兰,造化弄人。 岳斗兰是元朝死忠,对这个少数民族政权忠贞不二。 在岳斗兰挂率出征高丽的时期,原末农民起义,战争爆发,朱元璋率军推翻元朝统治,建立了大明王国。 岳斗兰不愿意向朱元璋俯首称臣,他投奔了高丽都统治李承贵,率领军队在高丽扎根。 当时的高丽国王不服从明朝统治,非要皮肤汉术,李承贵苦苦劝戒无果,高丽用武力反抗明朝,结果大败而归。 后来李承贵数度实行费力之后,终于取代高丽国王自立,开启了朝鲜历史上李氏王朝的时代。 岳斗兰为了表达对李承贵的忠心,同时更好地在朝鲜扎根,将自己名字更改为李志兰。 无论时局发生何种变化,李志兰都忠心耿耿支持李承贵,并为其安前马后摇其呐喊,为李氏王朝的建立立下了不朽功勋。 李承贵也特别其中,这位开国元勋,给予高官厚禄的同时,让其子孙世世代代享受荣华富贵,李志兰家族在朝鲜完全扎根下来,并不断开支散业。 其后代遍布朝鲜半岛每一个地方,当然,二战之后,朝鲜以北纬38度线为界,分成两个国家。 李志兰的后代在朝鲜及韩国都有广泛分布,由于朝鲜特殊的闭关锁国政策,岳家后人联系在朝鲜半岛的同宗都是从韩国入手。 为了彰显李志兰家族在韩国的特殊地位,当地成立了青海理事宗亲会。 李志兰后人也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岳飞后人的身份,族谱修订保存一直很完好。 与此同时,国内岳家后人成立了岳飞思想研究会,由岳飞的第28世孙岳朝军亲自担任秘书长。 岳朝军成为联络世界各地岳家后人最积极的奔走者,这些年下来他联系并确认了来自台湾、日本、美国、加拿大等国的岳飞后人。 至于在朝鲜半岛的,上世纪90年代前一直进展不大,一方面因为朝鲜国闭关锁国,另一方面因为韩国当时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,在相关活动的开展方面阻力不小。 直到1992年,中韩正式建交,岳朝军率人赴韩国任亲,通过仔细核对家谱,岳朝军确认了在韩清海里是后人,正是岳斗兰的后人,并将他们续写到国内的祖谱中。 同时,在2013年,在韩清海里是后人代表来到中国任祖归宗,来自世界各地的岳家后人终于齐聚一堂,如果岳飞在天有灵,应该也会为900年后的这一幕感到欣慰。 随着韩国境内的青海里是后人任祖归宗,岳飞这一支后裔逐渐露出了历史真面目,岳飞和儿子岳云在风波亭被冤杀后,为了躲避进一步的迫害,岳飞的第五个儿子岳亭的后代逃往北方生活,后来历经时光变迁,这一支后裔逐渐融入了女真民族,接受了女真的生活习俗,元朝史。 这支后裔中有一位蒙古名为阿洛布花,被元朝封为女真金牌千户,征熙大将军,他带着族人,在元朝末年迁居朝鲜半岛东北部北清地面,也就是今天朝鲜咸境南道的青海郡,来到北清居住后,阿洛布花的儿子出生了。 他跟随母亲姓童,名为童斗兰贴墨,世袭父亲之旨,在朝鲜半岛统率着自己的部族,此时,在朝鲜半岛,李承贵的势力正在崛起,李承贵的历代祖先都担任元朝官职,管理朝鲜东北部地区,李承贵生长在女真族人与高丽人杂居的朝鲜东北部永兴地区。 对女真族人的生活习俗十分了解,从小就因为武艺超群而闻名于女真各部,童斗兰贴墨和李承贵在朝鲜半岛算得上是同乡,又都是武将之后,生长的环境也很类似,他们都从小习武,擅长骑射,有着共同的习性和爱好。 两人兴兴相惜,交往越后,1371年,童斗兰贴墨率领部署,归附当时朝鲜掌权的高丽王朝属于李承贵麾下,童斗兰贴墨也被高丽王朝次李姓,改名为李承兰。 李承兰名为归顺高丽王朝,实际上是投奔李承贵而来,两人情同手足,一如兄弟经常在一起击求持马,感情越加深厚,李承兰归附高丽王朝,投奔李承贵麾下之时, 高丽王朝正面临着内忧外患,内忧女真人的骚扰,外游倭寇的侵略,边境不稳,局势岌岌可危,为了维护高丽王朝的统治,稳定边疆,李承兰在李承贵的率领下,南征北战,抗击倭寇,平定内扰,是李承贵手下的得力战将,李承兰为人谨慎,在李承贵身边经常提醒他,李承兰也成为了李承贵的左膀右臂,两人携手并肩,在袁莫明初风雨飘摇的朝鲜半岛, 逐渐大放一彩,1380年,倭寇首领阿芝拔都率领500艘船只,从朝鲜镇谱登陆,进犯杨广,全罗,庆上三道,沿途烧杀抢掠,无恶不作,高丽军元帅裴克连帅九路大军前往迎战,却被一击而溃,危机时刻,李承贵奉命出征,李承贵也随李承贵南下,投入艰苦卓绝的抗窝斗争中,两军交战之际,趁李承贵射落阿芝拔都都谋的一瞬间, 李承贵一箭射杀了阿芝拔都,首领被击毙后,倭寇溃不成军,高丽军取得辉煌战绩,这场战役时,也是李承贵势力在朝鲜半岛展露头角的关键一意。 后人在评论这场战役时,往往也把李承贵的功绩与李承贵相提并论,充分肯定了李承贵的作用,之后,李承贵和李承贵又多次击退倭寇侵犯和女真族人的叛乱,在朝鲜半岛的势力也越来越大。 1388年,也就是明朝洪武21年,明朝在辽东设立铁岭位,高丽王朝担心明朝的军事势力要扩张到朝鲜半岛,当时的高丽王武与大臣崔营秘义后,准备先下守围墙,进攻明朝辽东,当年5月,李承贵奉命出征,他担任右路都同时,率军来到了鸭鲁江威化岛。 也就是今天,中国丹东与朝鲜西义州之间鸭鲁江岛屿,李承贵不愿与明朝为敌,他以若犯上国之境,获罪天子、宗社、生民之祸、励志为理由,率军从威化岛直奔朝鲜京城,发动政变,掌握了高丽政权。 李承贵在这一过程中一直是李承贵的坚定战友,为李承贵之命侍从,为李承贵掌控朝鲜半岛立下了汉马功劳。 李承贵在朝鲜功勋卓著,部下军队兵强马壮,在民间声望也很好,掌权数年后,李承贵在1392年自立为王,改国号为朝鲜,也被称为朝鲜王朝。 登基后,李承贵对外向明朝称臣,对内清洗了原高丽王的残留势力,又对朝鲜半岛东北地区的女真族人恩威病师,通过武力征服和招服等手段,加强了对女真族的统治。 随着武艺武结束,主持人开始了五四三二一的倒计时,海内外多地界二百位岳飞后裔首次集结在岳飞墓前,他们集体鞠躬,共同默哀缅怀仙祖。 岳飞当年的英雄往事,也仿佛跨越时光洪流,一幕幕重现在人们面前。 岳飞诞辰910周年的祭祀活动中,首次重现了月尿之记载的传统三县礼和武艺武。 原汁原味的祭祀传统,也让人如同穿越千年,重新缅怀那历史上的悲壮往事。 对此,你怎么看?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,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。 这里是史约馆,订阅我,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